18岁中年男孩不小心掉入了河废水中 爬上来后他的身体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只见一个佛伯乐还想要伸手去救他 他的双手就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烧成了有钱也买不到的烤猪蹄 而另一边的大壮更惨 直接便伸一个火人朝着家里跑去 只见大壮所到之处全都被他身上的药水无情腐蚀 他赶紧跳入家里的大浴缸里试图想要洗个澡 可就在这时 他的胳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快速变异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爬来爬去 就在这时 他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他轻轻一拽 十米长的头发瞬间被他一把拽下 大壮健壮当场就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他急忙站起身想要仔细查看 结果发现自己从中年男孩彻底的变成了一个中年帅哥 而且自己也变得力大无穷 看了视频一定记得点赞加关注 那个人肯定会成为下一个百万富豪 大壮变异后他并没有变成邪恶的恶魔 而是变成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他路见不平一声吼直接拎起小混混就一把把他甩飞 一个不自量力的光头佬还想挑战他 结果当场就被大壮练习了一套无敌萌萌拳 把他送去了西北 小姐姐见状趁机送给大壮一个飞毛团 可大壮丝毫不慌 直接来了一个猴子偷逃把他甩飞十米远 大壮不仅喜欢惩罚坏人 而且还喜欢英雄救美 这一天 一个小混混正在欺负一个盲人小姐姐 大壮直接三下五除二就把小混混打了一个满地找牙 接着他直接拎起大哥 一言不合就把大哥的胳膊放进了150度的油锅中